放眼望去綠油油一片 這裡是越南大樂山 這大片的茶園 大多都是台灣茶商到越南技術轉移 種出來的茶喝起來口感也不差 不過越南茶 因為人工成本等因素價格低 就有不肖業者標榜台灣茶混沖銷售 想借詞狠撈一筆 茶這個產品 它是我們說喝的是風土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專業的品茶園 不然你其實不容易喝得出來 越南茶跟台灣茶之間的差異 比一比兩種茶 越南茶帶有青草味 茶葉薄異碎 而台灣茶具有果香清甜味 但口感上不容易辨別 價格上更是差異很大 中海拔的手採茶葉 台灣茶大概貴越南茶三倍以上 若是高海拔茶葉 台灣冠軍茶的價格更是無上限 美金上萬都有可能 低檔次的越南茶 跟一般的台灣茶 來做這個價格上的比較的話 價差大概可以差五到十倍 不過一般民眾如果喝不出來 別擔心可以靠溯源調碼 辨別真假茶 手機掃產地來源地立刻出現 若民眾還是不放心 擔心買到廉價越南混沖茶 可以去查檢驗報告 茶葉混沖的問題在台灣茶葉市場相當猖獗 不肖業者違法賺暴力 不僅讓台灣茶農受重擊 未來恐怕還會掏空台灣的茶產業 3 faded新聞到了想理 民軍台北村報導 3D新聞到小林軍台北村報導 3D新聞到小林軍台北村 Kart